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汪哥在没有结案的情况下通过国家政府部门上访是违反法律程序的 这种给法院施加压力的行为很可能造成法官反感引起负面效果 此外近日受害人杨女士代表律师甜餐君发声 恳请网友不要泄露杨女士个人身份以免将其逼上绝路 对此李佳方面称为防止受害人自杀或被自杀嫁祸于李佳 特提请警方对其采取保护措施 李佳也将出示书面函请北京市公安局对杨女士进行有限控制性保护 优酷娱乐播报准理报道